新竹一间知名的儿科诊所2号遭到离职员工踢爆 施打过期的新冠疫苗 将开瓶后只能存放6小时的疫苗存放了至少一天 卫生局证实着爆料内容属实 立刻停权这间诊所施打新冠疫苗6个月 此外接查时还发现了诊所雇用了没有执照的护理人员 这种种违规的行径一共开罚7万6千块钱 这间在新竹市交友名气的诊所 营业时间一到就有患者来报道 但却被前员工爆料有多项违规行为 包括把众多疫苗集中存放 让民众陷入打错针的风险 另外报道者还说院长曾说不要浪费疫苗 将开瓶后只能存放6小时的疫苗保存至少一天 甚至还在开瓶隔天为民众注射过期疫苗 新竹市卫生局后报立刻展开机查 发现爆料内容属实 此外机查时更发现诊所近来 还让没有职业登记的护理师和钥匙替民众服务 可能也会啦 但是我相信他们应该会注意啦 因为毕竟他们在这里职业也蛮蛮久的 蛮细心的 然后就是都还蛮为小朋友着想的 可能是一直说 因为蛮多人来这边看的 施打新冠疫苗遭停权6个月 外加其他违规事项 业者总共不开罚7万6 而诊所持续照常一夜 再对于埃法没有多做回应 贵生局强调未来将不定时抽查 把关民众就与安全 记者综合报导